大家好,我們是Switch牌 歡迎收看本期的卓遊雙周報 今天的卓遊話題要來介紹的是 情侶遊戲 恰巧第三名要洗牌本月的主題就是雙人遊戲 每週將會繼續更新雙人遊戲的教學影片及極短評 請大家持續關注 過完了2月14號 緊接著3月14號就要到來了 還在煩惱要玩什麼遊戲嗎? 唉...先煩惱女朋友到底在哪裡比較實在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不可以這麼哀怨 那只是實際還沒有到而已 緣分來了,女朋友自然就出現了 好,那我們趕緊來看看有哪些遊戲適合請人玩的吧 寶貝,明天放假,我們要幹嘛? 我們去爬山好不好? 不要啦不要,要不要流汗 那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不要,電影裡面好悶喔 嗯...不然我們來打桌遊好了 桌遊?可是我們都兩個人欸,有什麼桌遊好玩的? 嘿嘿... Honey,這裡就有所不知道了 兩個人的遊戲可多著呢 真的...真的嗎? 好啊好啊,那我們來玩什麼? 我們先來玩一款簡單且抑制的遊戲吧 一個大雞吃小雞的可愛遊戲 將將...奇雞連連 什麼?大雞吃小雞? 欸,怎麼聽起來有點害羞 Honey,你不要亂想 奇雞連連是一款類似圈圈叉叉的遊戲喔 但他擺脫了傳統圈圈叉叉 都沒輸沒贏的困擾 雙方都有大中小的雞雞各兩隻 在3x3的格子裡 自由跳躍 吃掉對方的雞雞 想辦法連成一條線就獲勝了喔 不過,當然也沒有這麼容易啊 他非常考驗玩家的技術喔 Honey,你如果想要知道詳細規則 資訊卡剛好有第三名拍的教學影片喔 哇,聽起來好好玩喔 不過只有3x3,好不過癮喔 寶貝,人家想要玩更大的雞 Honey,你小聲一點 被鄰居聽到他們會覺得沒在說奇怪的事情 如果想玩大一點的雞 也有四成四的喔 規則也一樣 不過,旗子的造型就不是雞了 而且要4個才能連成一條線 大中小旗子也會比原本多一個 難度更高更需要思考喔 哇,這種下期的遊戲好好玩喔 好喜歡喔寶貝,還有什麼類似的遊戲嗎 當然有囉 我們來當天神蓋房子吧 這個聖托里尼是一款天神 運用工匠來蓋房子的下期遊戲 玩家操作著自己的工匠來移動 並且建造一層建築物 只要成功讓自己登上第三層樓 就獲勝囉 只要登上第三層樓就贏了 怎麼這麼簡單 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啊 只要你的對手把你的第三層 蓋上一個屋頂的話 你就走不上去囉 而且天神卡還有各式各樣的角色能力 讓遊戲增添去衛信喔 豐富的美術加上精緻的遊戲配件 正是讓人愛不釋手 想知道更多詳細規則的話 資訊卡一樣有教學影片連結唷 啊寶貝,我下期下累了 可不可以換一種類型的遊戲啊 歡迎,當然可以囉 既然你不想要下期 那我們去冒險吧 喂啊冒險冒險,我最會冒險了 寶貝,我馬遜到你冒險 我帶你去失落的城市冒險 什麼,失落的城市 對喲,在這款遊戲裡面 我們將扮演著探險家 爬上喜馬拉雅山 探索亞馬遜雨林 去埃及人命失聲巷裡面等等 這種在很久以前就沒落的古文明中冒險喔 玩家雙方手上都擁有探險卡跟投資卡 輪到自己時就出一張卡 並且再抽一張卡 投資卡可以使探險卡的分數加倍 而探險卡必須由數字小到大來出牌 只要有出牌的區域 就必須支付探險成本 最後分數扣除成本 就是最後的總分了 分數高就是贏家 是一款規則相當簡單 卻富含策略性的兩人遊戲喔 喔,這種遊戲 好酷喔 感覺可以找到一些寶藏 發大財耶 我最喜歡發大財了 那種手裡拿著大把大把 金銀珠寶的感覺 好棒喔 那下一款遊戲就讓你來發財 我們來玩摘普爾吧 摘普爾那是什麼 摘普爾是印度的一座城市 素有粉紅之城的美名 是一座商人很多的貿易之都 粉紅城市 聽起來好夢幻喔 難不成遊戲配件是粉紅色的嗎 這款遊戲要怎麼玩哪 沒錯喔 遊戲盒的內襯的確是粉紅色 這款遊戲需要一點點的商業頭腦 畢竟是商人遊戲嘛 呵呵 闖中央的市場 固定有五件貨品 手上的貨品則沒有數量限制 玩家可以從市場中拿取一件貨物 或是用自己的駱駝 去換任意數量的貨物 再從手中將同種的貨物賣出 賣的數量越多 獎勵分數也越高喔 色彩繽紛的貨物 一次賺進大把大把分數的成就感 Honey 我相信你也喜歡這種遊戲的 謝謝你寶貝 管你最懂我了 不用客氣不用客氣 我也希望在你生氣的時候也很懂你 蛤 你說什麼 你在跟我說一遍 啊不是啦不是啦 我是說我們可以訓練一下我們的默契啊 這款機密代號裡應外合就很適合我們喔 跟機密代號原本的玩法一樣 只是變成雙人版 既要去猜測也要去出題 起步卡就變成正反兩面都有各自看得到的資訊 想辦法表達出對方聽得懂的提示 避開殺手找出關鍵人物 就可以成功的達成任務了耶 這是一款兩人都需要磨合彼此默契的合作遊戲 蛤妮這個好玩似合我們耶 所以我們平常都不會合作囉 唉唷話不是這麼說的嘛 那不然咧你叔叔看啊你叔叔看 好的那各位觀眾 我們的最後話題就先到這邊告一段 你不要串乾觀眾講話了 有到我 接下來是桌遊焦點 本次的桌遊焦點 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頻道影片分類方式 頻道經營至今也終於突破了一千訂閱 真是可惜可賀可惜可賀 在這邊向各位觀眾介紹一下 我們的YouTube頻道內的影片分類方式 來來來各位客觀 我們先打開我們的速食派YouTube少夜 你就會看到右邊有這個播放行單 點進去就會看到我們做好的各式各樣的分類 有桌遊資訊 桌遊直播 依照類型跟人數 找教學影片等等 這時候你就可以依照你想查的影片分類進去找 舉例來說我今天想在家裡辦一個桌遊派對 總共有八個人要玩桌遊 你就可以點進依照類型找桌遊 然後再選擇派對桌遊 或者依照人數找桌遊 再選擇八人 是不是很簡單易懂呢 再舉例來說 你想要看一整個系列的雙周報影片 就點雙周報底下的查看完整清單 就可以慢慢享受每一期的雙周報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 桌遊雙周報的內容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按個喜歡 如果想要收到更多的桌遊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蘇起牌 桌遊雙周報 我們下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